反正我们的果不泡光,不打辣,不泡药水 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我们来果地这边摘果,秋子,家头哥 我们整个团队都来了 我们把这片都盘下来了 今天我们要拉两车果回去 那现在我们就去摘果 我们这边是第一步悬果 在果园先出库的悬下 然后到床口还要进行二次筛果 然后打包的时候还要进行第三次选果 对 辛苦了 吃饭了老板 老板 老板娘 老板娘 干老板哥 干老板子 老板娘 今天要摘几万斤的吗 是啊 加油 加油 好 这个园子是你家的吧 是我老弟的 是你弟的 嗯 你家没种药 我家种药,我家昨天摘了 你家种药多少呢 我家种药没有多呢 一母 一母里面有多少颗 一百颗 那也不少了,一颗也有三百斤的吧 几年的时候吗 我记得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六七年了 有啊 有啊 那每年都结果了吗 应该吧 我刚才就是 第二年就可以流果 但是如果说为了那个树的话 可能要第三年流比较好一点 是啊,三年四年 嗯 也有的早了,第二年就流了 是啊 第二年他小了 第二年那个 但是你今年就明年挂果 不要挂果 我前段时间去那边那个圆 就有第二年他流果了 但是流的不多 哦 他因为有那个钱投资要多 我们现在没有 他管理的好 他那个果树也长得要大 是啊 就是那个干果投资太大了 没有钱的话就不得了了 这个园子的树它不算是很大 是啊 就是不用上树的可以栽 他们都是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就是你帮我 我帮你 就是你带果我也帮你 就像我们家里面农忙的时候 是吧 你来帮我加 我也去帮你加 对啊 应该不会下雨的 明天就下雨了是吧 嗯 那要赶紧多加一点 是啊 哎呦 很辣 嗯 就是我们的果呢 没有经过任何的抛光打蜡啊 但是说 有些朋友他收到就是表皮有点灰尘 他又说啊 感觉有点脏 其实在果园上面 在果树上面 他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你看就像这种有一点点小花 小花皮的 有点瑕疵的 有人就神气 对我觉得吧 要吃咱们这个原汁原味的 还是不要说表皮有太完美的那种 对不对 表皮太完美的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对不对 反正我们的果 不抛光 不打蜡 不泡药水 就是果园生态种植 对不对 对 你看像这种他就是小时候 小时候就是刮风 刮风的时候 因为这种过干的树 他是大有刺的 你看 就算他不太刺 就算他没有刺的话 他也会刮到的 刮来刮去 刮风的时候 马上就刮出水了 好多刺的 其实你剥开 剥开皮里面 他每一个都是这样的 口感都是一样的 我们剪的时候 我们剪的时候 不能带这个叶 带这个叶的话 他会 那个果粑 只会加上其他的果 现在的口感很好了 一天一天甜了 真的是非常好 这个沃干摘下来 再放过三四天 回糖 他那个回糖 还更好吃 对 寄到你那里刚刚好 对不对 如果近一点的 你再放个一两天 因为有些快递 都是今天发明天就到了了 对 有些地方 如果两广地区的话 可以收到你再留 再放一两天 留个两天再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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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这会儿 在这里 十五日 看烤鱼 炸 就会 爱 可以 鉄骨